新安邮车电视无碍巴士的多年 今年是已经卖入第五年 新安邮轮转到 在南卡里中心的疫情 这都台湾苏联文化博物馆 南科科国馆 还有台湾列宿博物馆 这边来听到人 这边算体验 都会欢乐的这天 欢喜的旧车 新安邮车电视无碍巴士出动 转到在南卡里中心的疫情 来去博物馆轻入行 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来到博物馆 所以大家都很临近 跟美姐的电视头前听到我们的介绍 以下除了参观以外 过程中也提供宝贝 跟妈做出生的晚餐 大家也让恭喜生到最多欢喜 好 摇一摇 摇一摇 好 放下来 关一摇 换手 在今天之前 大概有一两个礼拜 他们已经开始嘴巴说着 他们要去这里 他们要准备什么 我想这对他们来说 就是说在生活中有一个期待 是非常喜乐的 尤其是看他们回来 非常开心的笑脸 对周边人都是觉得一个很棒 所以我们不一定所有人都一起去 但是分享到这份愉快 觉得非常的高兴 这头两个博物馆 对中医生来说 是非常难得的体验 因为平常是比较少有这个机会 可以让大家联合出来这头 是希望透过当年的安排和服务 可以让他们有一个难忘的会议 双管齐下亲旅行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 因为平常他们也是非常难得有机会 可以去外面旅游 透过这一次的机会 能够到我们的台湾史前文化馆 跟我们下午的历史博物馆 来了解我们原来我们在台湾台南的这块土地上面的原始人 我们的平补族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那在过程当中的一个体验跟乐趣呢 也让小朋友充满了非常非常 育有这个教育意义的一个性质的学习 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发挥于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精神 我们不断的来奉献于这个我们的社会当中 这也是我们希望有心电视 办理社区服务活动最大的一个初衷 这次的花呆 虽然只有这一天的时间 但是大家都面对的笑容 看起来非常欢迎 期待美女无爱巴士继续开下去 适合社会 记者 林玉娟 洪佳和总学报道